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日會為大家更新澳門最新的發行措施, 根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調中心物宣布,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由2022年2月21日凌時起, 12歲或以上人士必須出事, 已完成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初種系列接種後14日, 最後一劑在7個月內接種證明, 及出事不適合或不能接種的醫生證明, 才能登上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或台灣地區 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民用交通工具, 若是違反,便會依法承擔相關行政及刑事責任。 另外,現在由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 14日集中隔離, 醫學觀察及入境後21日, 不可以經澳門特別行政區去內地, 及由台灣地區入澳門必須21日隔離, 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措施都是維持不變的。 這部份不以外, 我估計接下來港澳如果之後要開, 都是大家要打完疫苗, 互相對等, 才會給大家互通。 暫時來說, 大陸那邊都未需要澳門這邊打了疫苗才過得去。 而另外, 澳門的教清局這邊, 亦都跟進在香港學生回來澳門這個情況, 到現在為止, 收了100名在香港本澳大學生有回澳門的意向, 當中只有大約40名確定有意思是2月回來澳門。 經過旅遊局、衛生局及交通事務局的跨部門協助, 在配合兩地出入境措施及檢驗核酸安排這些前提之下, 現在就有一個方案, 教清局將會協調40名有意澳門大學生, 在17日及18日回到澳門去醫學觀察酒店做隔離。 上邊這些就是今次我們這一集的資訊, 現在香港那邊好像大家都想盡辦法想去避疫。 現在澳門這邊就算是他們澳門人想回來澳門這邊, 但是澳門也是沒有那麼多隔離酒店去做的, 因為澳門這邊不是每間酒店都可以提供給他們做隔離病房的。 亦都不是每間酒店都符合隔離酒店做隔離酒店的要求, 所以變成澳門這邊的隔離酒店房是不夠用的, 所以就算是有人想過來澳門被疫, 之後再回大陸, 這個方式也是不可行的,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酒店房, 所以這點我想大家都不用太擔心, 會有好多人一窩蜂來澳門, 香港去深圳的情況應該就不會在澳門出現得到。 好了,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如果有什麼想說的話, 就記得在下面留言咯, 我們就下集再見咯, 還有咯就記得訂閱和點讚我們頻道咯, 下集見,拜拜!